今集我会去一条大街都很熟悉 基本上你在罗湖口岸回香港 都必定会经过的 心帖汇坊港芯融合商业街 一起来发掘一下这里的美食之余 还会分享下其中四间店铺推出的优惠 等你下次北上之后 可以满载而归回家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马上出发了 Hello 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得到 这个芯港融合商业街的邀请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条商业街是有什么食物 最重要是有什么优惠 这些优惠的部分 简单到只要你有消费 就有这个优惠 不信? 现在我就和大家去看看 这条在8月已经开业 位置在罗湖书楼-1楼的 心帖汇坊 心港融合商业街 一条街涵接了罗湖口岸 罗湖火车站 地铁1号线罗湖站A2出口 和9号线人民南站 可以说是一条来往口岸 至火车站的黄金通道 而这条商业街里面 已经进驻了50多间 涵盖了零售 服务 和不同类型餐饮的商店 为了配合罗湖口岸通关的时间 部分的铺铛还会延长到 晚上12点才收铺 就算你玩到最后一刻 都可以买完吃完才过关 这家专买楼链甜品的许留机 它们所用的楼链全部都是来自马来西亚 而整间铺最触目的 就一定是每个都用人手制造 由楼链果肉和一层层薄饼堆砌而成的楼链千层蛋糕 据店员所说 因为它们是有自家楼链种植果园和加工厂 再加上用了金枕楼链 猫山王楼链 和法国进口的铁塔奶油来做材料 所以每个蛋糕出来的品质和口感都可以说是非常高 而这里所有楼链千层蛋糕的包装都是相当精致 除蛋糕还会跟着一套餐举 就算是几个人即场在这里吃 都可以说是毫无难度 其实这个商业街是没有这个糖食给我们的 但我又是启动了这个不知丑模式 是这家苏小满 苏小满给了个位置我们坐 我就在这里吃 我今天买到的东西了 首先我试了这个许留记的楼链千层蛋糕 其实刚才我在厨窗那里看 我都看到它是一层一层叠的 其实现在我不知你看到 不知道对不对焦 它的确确有两至三层在这里 我现在就试一下吃 说真的这个楼链千层糕 它的楼链味是挺浓的 而且吃下去的口感是很软滑的 正如CAMMAN所说的 吃完楼链千层糕之后 他的评价都是跟我一样 他都说值回票价 真的值回票价 所以许留记 我觉得你回香港之前 就一定要买楼链千层糕 回去 真是正 如果你想试一下我这个楼链盛宴 铺链现在就在推广一个 楼香四十周的优惠活动 即是说在一个星期之内 每一日都有不同的优惠 好像是星期一 就可以用优惠价108元 买到原价是126元的 4寸楼链千层蛋糕和楼链雪糕 在星期二更加可以用188元 买到原价214元的6寸楼链千层蛋糕和楼链雪糕 而在星期三和星期四 还会有猫山王楼链千层蛋糕的优惠 最后去到星期五六日 更加可以用优惠价一次过打妈买两个蛋糕 如果你是楼链控的话 就千万不要错过 接着就不要让它停了 第二间要分享给大家的 就是这间主打新式中式糕点的鲁溪河 这里最出名的招牌图书 是用了10度传统制程去制作 还要去即场敲稿 而这些买上好Q的一口泡芙 海盐气丝爆章麻糬 更加可以透过厨仓 即场看着店员人手製造 当然 其他好像绿豆冰沙和松松小辈 都是一些性价比很高的旱培食物 无论你是什么年龄层 相信一定有一款会适合你 我今次就买了几款小食来试试 但是在试试之前就要提提大家 当你每次来买东西之后 店员会送一张8元的优惠券 可以留下来买东西的时候用 而这张券还可以即日用得到 但是就要留意 这个优惠 只是做到2024年的11月30日就会完 这个核桃酥吃的时候 口感其实是很松化的 跟我们平时那些 可能有些做得不好的那些 就是会比较粗 这个我觉得很松脆 还有它有少少的牛油香味 这个都可以的 其实这个一口泡芙 我刚才是吃了的 我本来是想咬一半 让你看看里面的馅 其实是做不到这个东西 因为它一口泡芙的意思 其实一咬下去 所有的馅全部都出来了 所以我没办法 我真的拍不到里面给你看 这个普通版的泡芙 跟我们平时吃的泡芙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它是比较软的 至于海盐芝士爆章麻糬 其实口感 都是跟刚才我们吃的一口泡芙 其实是差不多的 不过外皮吃下去 是比较烟硬一点 不过同样 都是一咬下去 就立即爆章 所以我也拍不到里面给你看 这个也是OK的 其实这个绿豆冰糕 跟我们平时吃的绿豆糕 是真的有点不同的 因为它里面 真的多了一份牛油的香味 在里面 我刚才在Counter那里 看了它是中式西装 我觉得做出来的味道 真的挺独特的 吃完这么精致的甜品之后 我们有试一些传统的食物 这家苏小满牛肉饼 顾名思义 它主打的是每日即场焰造 焰卷和焰煎的牛肉饼 就这样透过厨窗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牛肉饼的制作过程 也看到里面的馅料 就真的相当之丰富 而除了传统的牛肉饼之外 这里还有酸菜牛肉饼 每菜饼几种不同的口味 还可以选辣和不辣 最后每个做好的饼 还会即场焰煎 热热即场吃 就完美了 现在店铺还在推广 一个天天有惊喜的活动 在星期一至星期日 都会有好像 立减2元 超值双人餐 半假日 疯狂星期四 第二个半假 和周末全家福的优惠 我现在就立即试试 看看它是否真的这么坚 我们刚刚刚叫了原味牛肉 和酸菜牛肉 这个原味牛肉 纯粹说外皮 说真的 是很酥脆的 咬下去的时候 里面的牛肉 都是很够味 和很多汁 但是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趁热吃 就不要像我们 就放了一会儿 但放了一会儿 其实也OK的 表皮也是够脆的 但我相信 即拿出来 就会更加脆了 至于酸菜牛肉 我觉得它的味道 确实比牛肉 惹味很多 不是说牛肉不好吃 但我觉得酸菜的味道 层次是多很多 但比较起出望外的是 原来牛肉和酸菜的味道 真的很夹 所以这个又要试一下 部份人来深圳的目的 相信都是离不开买菜 最后一间要分享的 就是这间很接近关口的 新桂軒萧立店 这里除了烧鸭 烧鵝和白刺鸡之外 这块有五香粉和八角叶出来 再加上用高温烤到皮脆肉嫩 色泽金黄的烧肉 相信大家就算没吃过 都一定会见过 而这些用了180日以上的 果园走地鸡来做完材料 再用粗盐叶出来的咸鸡 也是这里另一个主打 在试食之前 我就要提提大家 当你每次买完烧鸡之后 店员会送出一张扣减5元的优惠券 当你买完49元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扣减费用 因为新桂軒萧店很接近关口 我相信大家临走前 就一定会买烧鸡回去吃 说真的 这里的烧鸡皮 真的很脆 反而我觉得它的肉 没有香港平时吃的那么咸 不是没有味道 只是淡淡的 在买烧鸡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叫老板 多给你几包蜂蜜芥末醬 它这个芥末醬的味道 没有我们平时吃的那么强烈的 它是有些甜味 不算是很甜 但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好像 我们在吃潮州的吉油 有这样的味道 少少不太多 不辣的 至于客家咸鸡吃的时候 口感先算一下 鸡皮 其实是很爽滑的 它的肉质 其实也是OK滑的 不柴的 但是 我觉得味道 就不是我想象中 咸鸡那么咸 但我又不是说它没有味道 只不过是 比较清淡一点 如果你想味道 再浓郁一点 再咸一点 最好点回店 跟给我们的 有些姜蓉和沙姜蓉 点完出来的味道 我觉得真的丰富了很多 好了 分享了四间不同美食当的优惠 给大家之后 今集就来到这里 当然 这条这么长的商业街 还有更多特色的美食当 但因为时间所限 唯有等下次再有机会 才再跟大家分享过 我就约定你 下条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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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